金融时报,惩罚中兴只是热身美国或有更大目标,英国金融时报日前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在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的大背景下,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禁令很可能只是一场热身未来,或将有更大的制裁行动广告。 文章认为美国对中兴下达禁令的时机和相关言论无以表明,中兴通讯不过是一场更大博弈中的一枚棋子华盛顿,可能将制裁中兴的行动视为另一场战役的热身活动。 中美贸易冲突自今年3月底,愈发严重。 4月中旬,针对中兴通讯持续违反美国贸易禁令等行为,美国商务部下达禁令,禁止任何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任何软件硬件,时间长达7年中兴公司,因此几乎进入休克状态。 而中兴正是中共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5G通讯的领跑者,2015年中共国务院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指,以赖尖端科技在2025年,将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 其中包括在5G第五代移动通讯,通讯领域的改进中兴,华为,联想三家大型企业,成为中共所以赖的重点发展产业中兴的被制裁。 无疑是对中共2025计划的严厉打击,不过华为早已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全球第三的手机制造商。 在研发方面华为要比中兴或其他中国通讯企业领先近年华为的研发投入方向,主要为5G、芯片、智能终端等领域同时,其在芯片领域也拥有自己的公司。 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手机芯片已能实现子供,然而就在中兴被下禁令后,不到10天又有消息传出,美国司法部已对中国华为公司是否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展开刑事调查。 一旦被查实有违法行为华为将面临比中兴更严厉的刑事处罚。 大陆媒体4月26日自曝华为被调查的消息属实,而且不只是华为共有19家中国公司在美国的调查名单上金融时报的报导指出, 在当前中美贸易战、开局中美关系高度紧张的环境下,华为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受到美国国会议员的指责,制裁中兴通讯可能只是贸战中的一场热身。 美国或将有更大的制裁行动截至目前,美国向中共寄出的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清单大多是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有关项目, 主要覆盖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高科技产业。 中共推行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被外界认为是通过损害别人的利益偷、量抢、卸取别人的技术来达到中共自己的目的,因此而引起西方社会的反弹。 美国贸易代表属USDR在今年3月底送交国会的2018年对外贸易障碍评估报告中,特别关切中国制造2025, 并指出中共政府透过对高科技产业的大规模补贴,并策动外国技术转移, 指中国借此从其他国家协取技术,以及大量资助中企收购外国高科技公司, 并将技术带回中企母公司,不当挪用他国商业机密、高科技术等。